Hello大家好,我朋友是下面啦 最近呢,又集了好多空瓶 又是好多空瓶 最近生活质量比较粗糙 所以就直接拿了一个阔素然后再抖着 里面有很多护肤、护发 然后化妆、彩妆、产品等等 所以我今天就来跟大家分享一下 近期的一些空瓶 第一个呢,我想聊一聊的是这个 Sephora家的卸妆油 这个是我第二个他们家的这个空瓶卸妆油了 我觉得非常非常好用,价格非常非常合理 大概是只要14刀左右 如果没有集透的话 反正是在20刀以内的样子 非常非常的物美价廉 它是那种,挤出来油之后 然后你可以混一点点水在里面 摩擦之后呢,它就有一点那种双的感觉 所以对于皮肤本身比较油的同学来说呢 它乳化之后呢,就是会比较温和 然后不会觉得很油腻这样子 卸完之后我觉得也非常的清爽非常干净 所以好评 回购无限 第二个呢,是这个Belief的爽肤水 这个Belief呢,是一个韩国的护肤品牌 最近这几年在斯福兰家也是大卖特卖的一个护肤产品线 我用了几款他们家的这个爽肤水 试用了一些面霜,我觉得非常非常的棒 它的这个爽肤水的话 味道非常的好闻 不是那种很刺鼻的 特别香精的那种味道 它更像是那种比较草本植物一点 然后加一点这种甜甜的水果香味在里面的感觉 非常的省富,非常的舒服 然后涂上脸呢也是吸收非常的快 非常的贴富,不会觉得它停留在皮肤的表面这样子 渗透的非常彻底,非常非常棒 超级喜欢,强烈推荐 然后第三个呢是这个面霜 这个是All Janice的 中文我不知道怎么应该翻译过来 的一个面霜 它的这个主打的功效呢就是 减少这个毛孔 像我毛孔本身就没有很大 但是对我来说 它给我最大的感受就是它非常的清爽 特别的贴肤 每次我用完之后都感觉脸上会有一层这样子形成一个保护膜一样 然后再往后续往上面上妆的时候就会特别特别的 粉底会特别特别的贴肤 不会有起皮啊或者是有什么斑驳的地方 价格的话我觉得稍微贵了一点 我觉得你如果能坚持下来就是一直在用这款产品的话 应该是会见到一些效果的 它刚刚上演的时候有一点微微的那种清凉的感觉 然后有点冰爽的感觉 所以夏天用非常非常适合 它质地也是那种透明的 有点胶感 但不是完全像胶感一样的质地 然后接下来呢是这个Colgirl的Colcrusher这个睫毛膏 这款睫毛膏我已经是第二个空瓶了吧 这个呢它的这个头是那种就是橡胶塑料的那种头 所以像这种头我一般发现就是会比较好的这个梳理你的睫毛 就不会让它粘在一起这样子 会比较根根分明这样子 它的这个效果出来的效果呢 我觉得天上有一架飞机飞过 飞机走了 我们继续 它这个刷出来的效果呢 我觉得是非常适合日常的使用的 它的这个效果没有特别特别的夸张 但是也足够鲜长 虽然没有特别特别的浓密 但是也就是日常上来说已经能够达到非常明显的效果了 而且对于我来说它不太会晕染上 是非常非常喜欢这一款睫毛膏的 然后我也会无限回购的 接下来是一款这个Dior的Lip Glow唇膏 这是Dior的变色唇膏 这个唇膏其实我有了好几年了 但是帽子它的这个气味呀 质感也都没有变 还是那种香香的 然后有点薄荷味道在里面 非常非常的清爽 其实也不用多说了吧 这款产品应该是 就基本上熟悉彩妆的同学都是人尽皆知的 太方便 太好用 然后就是五十五克不放在包里备用的这个应急选项 非常非常棒 然后接下来呢是一个截面乳 这个是First Day Beauty的这个红泥的截面乳 之前也是空了好几瓶 这个是我空到第三瓶 我发现每次一到夏天的时候 我就喜欢买一瓶这个来用 前面空掉的两瓶是前两个暑假的时候买的 然后这个是这个暑假空掉的 虽然它这个用量我觉得不是特别特别耐用 大概一个月一个半月到两个月的样子就能完全用掉了 就是早晚坚持用这样子 最喜欢它的一点就是它的这个质感是胶状的 呃非常非常清爽 它没有什么 没有什么特别的味道 所以对皮肤比较不刺激 然后洗完之后也是感觉脸上就是 焕然一新非常非常的白净这样子 所以我就是连续三年都一直有在卖这款产品 我也非常推荐给大家 那关注我很久的朋友应该也知道 我是对这款产品非常操的 呃 不多说了 就这样 然后接下来是一个遮瑕 这个是Cat Rundi的Lockhead Tattoo的遮瑕 拍第一个视频还是用到的遮瑕就是这款遮瑕 它真的是非常非常棒 我刚开始拍视频的时候 其实皮肤状态不是特别的稳定 呃然后就会有起很多小兜兜啊之类的 然后也经常泛红啊脸上之类的 呃它算是拯救了我 它的这个遮瑕感非常的棒 好就是可以遮掉身上的纹身 我虽然身上没有纹身 但是我以我的这个以前这个脸颊侧边的痘印啊 深深浅浅的痘印 坑坑洼洼的这个脸 瑕疵来讲 它的这个遮瑕度是非常非常棒的 它没有特别特别厚 它还是非常好晕开 就是它那个质地没有说粘稠到你很难推开这样子 它还是非常能够很好的揉进你皮肤 我比较喜欢用的方式是用那个美容袋 然后就是用那个美容袋 在尖尖的地方把它这样稍微的点开之后 然后压实这样子 这个是我最喜欢搭配的一种遮瑕的方式 现在呢它其实没有被我完全用完 但是它已经被我用瘪掉了 这个遮瑕我已经大概已经用了两年半的样子了 它的这个保质期是两年的 非常精硬非常耐用 如果你平时脸上没有什么太多的瑕疵的话 可以用很久很久 也不会让你觉得皮肤有过敏反应 或者说不舒服的地方 用起来的体验就是非常的棒 我觉得如果你皮肤比较油 然后经常出痘 如果想寻找一款遮瑕力度非常好的遮瑕的话 拿去 接下来一个呢是Fresh的这个身体 沐浴露大概去年夏天买的 这个是就是有一点酸酸的味道 它的这个味道的话是Citron 应该是什么柚子 就是那种酸酸的橘子类的味道 非常适合夏天那种就是油泥腻的感觉 然后洗澡的时候就会感觉 哇好清爽好舒服这样子 它没有特别的其他的效果 我觉得就是像这一类的这个身体方面的什么 像沐浴露啊然后润腹露啊 唯一的好处就是让你觉得特别的放松 特别舒服啊 让你觉得肌肉没有那么紧绷了 就是整个人就是放松下来这样子 但其实如果论什么滋润效果什么的 上来说我觉得就是肉眼不可见的一些效果吧 完全是感官上的体验 如果你追求这样的效果的话 非常非常推荐Fresh家的任何身体方面的 产品 然后这个也是其中之一 然后接下来是SK2的这个 这是多少毫升呢 150毫升的甜甜水 我之前是一直在搭配他们家的面霜使用 效果非常好 之前有某一个爱用飞箱里面也是提到的那一款搭配 其实很多人说它像口水味 我倒没有觉得有像口水味 我还是很喜欢这个味道 就是特别自然的味道 没有那种人工天价的香味在里面 所以整个使用下来感受我觉得单用的话 好像对我的效果没有特别大 但是我配合这面霜使用的话 对我这个整个皮肤的这个震静度有非常好的作用 整个脸上感觉没有以前那么灶动了 接下来两款这个搭配 这个是一个是 西发露一个是 这个牌子叫做 这名字好奇怪 就是他们家有很多很多系列 我买的这个系列是保湿以及去毛灶的这样一个系列 然后它里面是有一种油 精油叫做酷酷精油 可能是一种某一种这个坚果里面的精油吧 就是可以让这个头发就是在特别潮湿的环境里面 不会起毛灶这样 起小头发蓬头发这样子 那我的头发呢就是 因为我头发本身就是卷 然后发是特别的硬 所以一碰到那种下雨天 然后一碰到那种空气里面湿度比较大的时候 头发小头发就会蓬的到处都是 其实现在镜头里面也能看出来一点点 对就是我到了夏天就特别不喜欢自己的头发 这两款算是滋润镇静效果是非常好的了 这一款系列的话用下来觉得稍微有一点使头发太厚重 就用完这头发就有点稍微有点塌塌的这样子 没有那种特别有形的感觉 怎么说呢自己取舍吧 不过我觉得用下来效果还是非常不错的 然后也挺推荐的 然后接下来这个是Urban Decay的All Nighter的Setting Spray 是一个定妆喷雾 这个喷雾的话我觉得 喷雾一类的 这个定妆喷雾一类的产品对我来说好像没有特别大的作用 因为之前的话我就特别特别容易出油 然后我发现任何喷雾都拯救不了我 虽然后后来皮肤好了很多之后 皮肤震静了很多之后呢 稳定很多之后呢 再用喷雾类的产品的话会保持的那么稍微久一些些 但是你如果要持妆什么八九个小时 九十几个小时的话 照样还是能够花的一塌糊涂的 所以这个的话我应该不会回购了 然后最后一个是一个截面 这个截面其实前两个视频就有分享到过 这个是一款AHC的一个韩国的叫做Hydra B5 Soothing Foam 它是有一点那种起泡的类的截面 它不是那种我一般喜欢的那种胶状感的截面 但是我用下来感觉还不错 没有洗完之后没有觉得脸特别紧绷什么的 还是水风还是维持的不错的 清洁完虽然没有红泥面膜 洗完之后感觉那样的白净 但是它的这个去油啊去污垢之类的 反正是够够的 然后用下来也是比较舒服 然后也挺推荐的 那废话了这么多 我也不再继续废话了 那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